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真言第13章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11节 我念给大家听 第11节在和本的修订本是这样子说的 不劳而获之财必减少 逐渐继续的必增多 这里比较两 在谈到财富 比较两种的做法 一个是不劳而获而得到的 那经文说 它必然会减少 但是逐渐储蓄的财富就会增多 在和本的修订本第11节这里 不劳而获之财 在小字上有一个注角 那个注角是提到真言的希腊文版本 叫做七十四一本 它是这样子翻译的 它说爆发的不义之财 就是它不单单是说 不劳而获 它是忽然间很多的不劳而获 但是其实是一本里面的翻译 是把这些的财富指向不义之财 这一种的突然爆发 突然得到的财富 突然增多不劳而获 或者得到的这种不义之财 经文说它必会减少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推敲 其实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也在社会上看过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这些不劳而获之财 或者不义之财 常常都是很容易得到的快钱 而快钱常常就会引发人的这种的贪恋 比如说一个人去赌博 他第一次赌博 就很容易的就赢了一笔的横财 那他会让他觉得说 这个可能就可以靠赌博 可以当做职业来去看待 成为职业赌徒 很容易赚钱 以小获大 而且这些钱来得很快 我们会发现到长久下去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靠赌博成为富翁的 那到最后他会 他所赚取的 或者说他赢回来的钱 都会失去 而且还会失去的更多 他可能会去借贷 借高利贷 到最后惹上一生的债务 我们看过赌博 会引起许多人非常糟糕的结局 我以前在一个地方侍奉 那在靠近我侍奉那个小镇的另外一个的城市 就有一个出名的牙医 他是一个牙医 那一阵子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发现到他的城所就关门了 他不在营业 就听到有人说 这个牙医因为上网赌博 欠了很多的债务 一直需要跑路 需要逃走 我们看到这是非常让人可怕的事情 因此经文的提醒是很重要 不劳而获 我们以为会是容易的 我们以为这是得到快钱 快速制服的一种的途径 但是经文却提醒我们 他到最后是这些财物都留不住 而且会带来许多的很可怕的结局 下半段的经文就说 住建储蓄的将会争夺 我想我们成为华人 特别是华人的子弟 所谓的华人的祖先 我们的公公 我们的爸爸 我们的祖先 其实华人是很勤劳 又很节俭的 许多的老前辈 他们就是在过去很勤劳的工作 然后把产业 把钱财 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 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看到他们就财富就增多 而且他们有眼光 懂得去做一些生意 去投资 来去增加自己的财富 但经文所提到的是 指那种的恒心 那种脚踏实地 不渴望快速制服 不渴望得到不义之财 不渴望一夜就成为富翁 脚踏实地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靠着神给的智慧跟财看 来去工作 然后把这些的钱财储蓄 那正言的作者说 这样子的财富 必然会逐渐的争夺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不要忘记 在两天前 我们读了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四 到二十六节那边讲到什么呢 那边谈到除了储蓄 谈到另外一种 怎么样对待钱财的方法 那边谈到说舍己的 或者说愿意施舍 慷慷慨施舍的 他会反过来得到财富 有施舍的钱财增添二十四节 慷慨待人的必然富裕 风裕二十五节 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一个很平衡的角度 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的小节 我想我们可能都渴望得到富足 那正言就给我们看到一种得到富足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好好的工作 然后好好的储蓄 因为看在第十三章十一节那边讲说 逐渐储蓄的会增加财富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做财务的管理 把钱不需要用到的钱 或者特定的部分的钱把它储蓄起来 热止增多我们的财富 加上利息会逐渐的增多 然后第十一章的经文 如果我们同读的话 那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 让财富增多的方法 第十一章那边提到的是 慷慨的施舍 我们两天前已经讲过 这是圣经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一个很吊诡的角度 当我们施舍 我们却得着 那这个的原则放在 今天我们所谈的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圣经 箴言在第十三章 还有第十一章 给我们的劝告 我们要财富增多吗 好好的储蓄 然后第二 慷慨的帮助别人 上帝会赐福我们 上帝会帮助我们 上帝会带领我们 不要成为守财儒 但是也不要渴望一夜制服 成为爆发户 好好的脚踏实地面对生活 然后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 一分一点出来 去帮助别人 让我们慷慨的待人 上帝也赐福引导我们 但愿所有的基督徒 你跟我 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用这两个原则 来看待我们明天的生活 脚踏实地的过生活 除处不要浪费 然后同时 不要成为守财儒 我们愿意去慷慨的捐献 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主必然报答 主必然会赐福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 你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 有赚取的能力 祝我帮助我们 能够储蓄 能够学习 不浪费制裁 能够脚踏实地 也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守财儒 让我们对别人的需要 能够动慈心 动敏感的心 谢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赐福带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